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小猴子你说 丢三拉四 我给他送去吧 左岸 顾叔 你这东西辣了吧 谢谢 幸亏顾叔巡逻仔细 及时发现 我刚才可是看了看啊 这里边都是你的学习笔记啊 真详细 有条有理的 怪不得学习那么好呢 你看看我们家小满 打从上学开始 我就没见他在笔记本上 写过这么多的字 其实记笔记很重要的 既可以理清思路 又能突出重点 你这么一说书就明白了 就跟我们练武术一样 你得有个内功心法 你光会招数还不行 你非得有个高层次的老师啊 给你口传心寿 你才能够武功大进 打遍天下无敌手 可以这么理解 真是个宝贝 你借我用一会儿 我去复印一下 拿回家给我们家小满 好好让他看看 看来我这个要求 是有点过分了 那算了 不用 不用了 没有没有 顾叔 只是 这个笔记 是按照我的思路写的 必须要由我亲自讲解一番 才能更好的消化 那我也不能请你上我们家 去给小满讲 我可以 你说什么 我是说 我很能理解顾叔 您担心顾小满的心情 距离高考还有两百千万 多天 不管是我们 还是作为父母的你们 都很辛苦 我可以给他补课 但是 我的时间都被我爸 安排满了 只有每周日的上午 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两个小时就够了 两个小时 对他得有多大的一个提高啊 我可怎么感谢你啊 应该的 顾叔 我和他从小在幼儿园 就是同学 你们俩在一个幼儿园 待过你都记得 怪不得学习这么好呢 对了 顾叔 这件事情 还请您对外保密 我跟谁都不说 左岸要来给我补课 哪 哪 哪个左岸呀 还有哪个左岸 你还认识几个左岸 这是你们同学左岸呀 不是不是 到底怎么回事啊 爸 好 很简单 我在医院碰到左岸了 小左呀 给我们家小满补课课吧 好的 好的 叔叔 好的 叔叔 就答应来了 什么 爸 你不会是占我了吧 你偷看我东西了 我偷看你东西干什么呀 那左岸怎么回来 你还给我补课吗 你是不是对他做什么 你威胁他了 你爸爸我是那种人嘛 他说左岸来给你补课这个事儿 我也觉得 他答应得太痛快了 不过这正说明 人家左岸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哪像咱们隔壁那个展岳似的 你小时候还救过他的命吗 那他现在还老欺负你 展岳 我救过展岳 什么时候 你小时候你都不记得了 算了吧 不听这个事儿 小满 其实爸爸特高兴 你决定要当老师了 你决定要像你妈妈一样当老师 爸爸听了之后 你知道吗 你妈妈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 她虽然只是大专毕业 但是她 但是她真的很优秀 爸 其实 我只是随口 不说了 不说了 快吃呗 多吃 吃饱了才有力气好好学习 这回左岸又来帮你辅导功课 你就考上一个好大学的梦想 肯定能够实现 可是我再 Danny reating能够进去